是 这些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这些啊 都是盛总亲自拍的 而且盛总啊 还特意交代我们 千万别让您知道 怕影响您的工作 好 我知道了 等我敲听好内容再跟你说 好的 您先忙 王总看得很快啊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林总说笑了 你的能力在业内谁不知道啊 你能找我合作 那是我们的荣幸 我啊 还巴不得多投点钱 林总在电商峰会这么盛大的场合 发布凌霄计划 那时候肯定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接下来就期待那位的表现 感谢新人 放心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是当然 合作愉快 请问林总 听说新的项目上 已经取得融资 这是真的吗 没错 在牛尾还没有公布的一个项目上 第一轮融资就达到了十亿 当中包括物流 地产 互联网等数百兼融图期 牛尾新项目 将会促进各况发展 而且我有绝对的信心 让股东们得到丰厚的对方 ayo妈 我吵醒你了 阿坯 你怎么来了 想你我就来了 我给你带的便当 要不要看 你做我这么可爱我都舍不得吃了 你以后要是表现得好呢 我就给你奖励 因为我有独家秘籍 从哪儿学的 先去看一看 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做这个互相奖励 那我以后天天都要吃这个 天天吃了有什么特别啊 我明明没有放醋 但是有的人呢好像还吃了非醋 为什么呢 不要不开心啊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五季家务流仓 凌霄计划 看起来好高级好便捷啊 它就是我成立牛尾的初衷 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用真正的客气 便捷人们的生活和出现 你这个想法好棒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 但如今它又发布了 我却有点紧张和不安 林月 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 为之奋斗的目标的 而你找到了目标在奋斗 而且做得这么的好 你就是幸运心本心啊 所以呢 你什么都不要想 大胆地做就好了 大不了我养你 那我就靠你养我了 好 林总 您看一下这个 我们故事集团 正在重新考量B2C字役 同时我们也在重塑 我们的物流自建价值进程中 我们以国内的多家知名企业 形成了独家战略合作 率先在国内注册 运行我们的物质家物流仓业 提出的安行计划 将引领电商时代的新格 这个安行计划 无论是从营销手段 还是主要技术 都过我们的零销计划 如垂折 零销计划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大部分的投资商 都已经开始撤资了 召开紧急会议 启动一级预警方案 顾总 安行计划发布以后 顾市股票强势飙升 书盘涨超百分之二十 咱们驿站也能跟着获益 它已经下了一步险期了 就看接下来的成效 能不能带到日期 截止昨天到今天 我们已经亏损了两个亿 我们旗下的公司 二十多家面临倒闭 目前形势比较紧张 这是我们的股票 从二零一五年到现在的 最低低估期 刚接到大量分销商的 大规模推单 包括王总在内 有很多投资方 选择了撤资 连连税集团的股价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 都来了 看样子大事不妙啊 是啊 那一夜之间 投资方撤资到 十几个夜 现在不知道